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近期的盤式非常有趣 對往往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然後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盤 今天的盤來開低 走高 幾乎收最高 來問問看各位 在這邊的時候開低的時候 為什麼大盤會拉上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大家看到美股 不怎麼樣對不對 費半跌2% 那大家想說今天台股 又有往下修正的壓力 那怎麼會彈上來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這問題怎麼彈 為什麼會彈誰領軍 來看一下我測標 紅海大漲 結果你看到什麼 對 沒錯 就在紅海 就在這時候開始做一個往上拉抬 把整個盤式整個拉升上來 然後 你看到什麼 因為一般人一定會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紅海 我看到什麼 來紅海 來這邊 我看到什麼 哇 漲8% 這就是我看到 漲8%是不是 當然不是 紅海今天能夠大漲 其實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你看到其實紅海這檔股票 其實根本沒什麼人要講 昨天大概也只有我在講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來這邊叫什麼 突破布林開始往上走 對不對 開始往上拉升 好 今天你有看到 這邊各位你看一下這個日期 3月4號 其實這個3月 在3月的時候 我已經跟各位講 整個趨勢做個改變 畫夢的季節結束對不對 3月業績是不是新主流 接下來漲的股票 會開始做變化 之前很多漲的股票 對不對 你看到很多小型標股 你有沒有看到副小師 之前幾乎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要佈局 從3月之後 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主流股 所以今天紅海大漲 我可以跟各位講非常的棒 那我待會再跟各位講說怎麼操作 那我現在還是回大盤 那些紅海大漲 那你一定會想說 老師 你前幾天是不是有講過一句話 來 我們來看3月7號的時候 說日月光漲停 即將日月無光 接下來會有大震盪 就果然隔天就出現了大震盪 對不對 各位 你還記得嗎 隔天出現了大震盪 當天一堆股票殺到跌停板 我那時候上節目是說 哇賽 好多日月無光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跟你講 對 很多畫夢的股票 你要趕快賣掉 趕快跟著一起布局 3月之後的主流股 富裕老師非常喜歡操作這些主流股 你也看得出來 對不對 我不喜歡操作 大家很多老師會帶你去做小標股 我並不喜歡 對不對 主流股 這種越主流我越喜歡 好 我們來注意 這邊開始震盪 那今天大漲 各位 今天大漲 今天這樣子盤勢拉上來 尤其是鴻海帶頭對不對 來 鴻海帶頭 那明天會不會震盪 會不會說已經到高點了 連鴻海都能漲 那第一個 還有鴻海沒漲停板 對不對 沒漲停板 我常常講 你沒有漲停板 常常很容易會漲不停 還會再繼續往上 第二點 各位 其實主身段的主菜還沒有來 在今天再往上大漲 你看大家又覺得 好像又要2萬點了 好像又要2萬點了 會不會這麼順利 我這樣講主菜還沒來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股王四星 好慘今天繼續的黑黑棒繼續往下 為什麼我要講 各位 假如這個盤 真正的主菜是什麼時候來 你知道嗎 也就是盤勢 站上突破2萬之後 股王強勢表態 其實以往在這種 以前在所謂的挑戰萬點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以前台股是在萬點 對不對 常常你看到萬點關卡的時候 這時候需要上演一場什麼 股王爭霸戰對不對 目前2萬這個主菜還沒有上來 你現在有看到什麼股王爭霸戰嗎 你看到今天又要挑戰2萬的時候 股王有上嗎 各位有上場讓你覺得說 哇好強 並沒有 對不對 所以個股每個選擇是不一樣的 但我講到四星 也就是說現在的主菜還沒 其實現在你都還有機會 對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現在記得 我這幾天一直跟各位講 拉回的時候 你要站在買方 只是很多股票 是在畫夢季節結束的 你一定要賣出 接下來跟著我佈局 3月業績新主流 好福祖老師你講那麼多 那鴻海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星期五的時候 我給我會員的傳真稿 你加入我會員 你每天你都會收到傳真稿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來幫我放大一下 對這是上禮拜五的時候 3月8號的星期五 來我在傳真稿是怎麼寫的 來幫我拉到對 全球伺服器整機出貨量 將達1365萬台 年增2.05% 預估AI伺服器出貨 佔比將達12.1% 約165萬台 然後呢 以各家出貨量來看 年成長幅度最高的 就是鴻海 有沒有看到 各位 我在我傳真稿 早就跟我會員講 對不對 各位你還記得那時候 我做什麼活動啊 來搶救你的AI股 來幫我照這邊 對 搶救你的AI股 還記得那一天 大盤上2萬之後 開始往下殺 很多的AI股 對 被殺得好慘喔 很多人說AI接下來 已經沒救了 沒有啊 我在傳真稿還繼續講 而且講 各位你注意喔 為什麼我會說趨勢轉變 趨勢轉變是不是在這邊 3月4號的時候 鴻海是不是開始突破不離 你看它這麼久以來 股性大家都很差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趨勢開始轉變 就從3月開始 第一檔股票 我在剛剛講說日月光 我也在節目說 我不是要來嘲笑日月光 而是這麼冷門的股票 都開始變換了 各位從3月這個開始 尤其是3月5號 日月光開始也突破了 其實你會現在發現 很多這些股票 對 很多人說這叫老人股 也只有老人認得他們 因為現在新生代的 年輕的超 就是來操作股票的 可能都不知道他們以前 也曾經很彪悍過 當然 其實你其實從去年開始 很多股票 你包括像 對 偽創 包括像音業達 以前其實也滿冷門的 但是你們覺得 開始趨勢整個做轉變 尤其在今年的3月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 就是我講 我們要挑這種 對不對 畫夢季節結束 接下來就是3月的業績新主流 所以在這邊2萬點 大家會想2萬點是關卡 我一直講 你看到關卡 就不是關卡 何況 何況什麼 你會發現現在ETF 非常非常的熱門 很多募集的 這個ETF的資金 都非常非常的龐大 近期很多這些強勢股 其實都是跟ETF有關係的 好 現在大家也知道 00939 00940 即將募集 00939目前募集的資金是500億 00940 聽說已經過了650億了 各位你可以想想看什麼狀況 接下來還有多檔 人家說叫做巨型的ETF的資金 即將進場 對不對 你現在在2萬 接下來還有資金要進場 你覺得這邊 你要自己預設一個說2萬點是關卡嗎 當然不用 資金還要再進來 坦白這樣講 講難聽一點 他們就是來幫你抬轎的 對不對 只要你標的選對 他們就是來幫你抬轎的 為什麼 因為就算明天到2萬 好 他們的資金還是要買 對 他們就是要在那邊買 機械式的買盤 對 所以你看這資金 還要來幫你抬轎 只要你選對股票 他們會選什麼股票 各位你去想想這問題 這些ETF的炒盤 他們有規矩 那之後我再跟各位講 他們會去選 所以畫夢季節這些股票嗎 當然不會啊 他們接下來是不是要來一起捧場 三月業績新主流 紅孩他們會不會買 對不對 各位想想看 偽創他們會不會買 AI股他們會不會買 當然啊 而且ETF買其實它沒有公式 他們要挑什麼樣的股票 對 其實都有跡可循 那現在重點在哪裡 其實我認為最好的方法 各位不是叫你去買ETF 而是去吃他們的豆腐 買他們的油 這才是高段投資者該做的事情 在這個禮拜各位 我即將分享 要怎麼樣去吃他們豆腐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先加我的家族 小老鼠 REACH 588 對 這個禮拜我就會做分享 你掃進來之後 這個禮拜 來你看我們每天都會對 磐式最新磐式解析 對你可以做領取 那我接下來在這禮拜的某一天 對 就在這兩萬點 如果你相信我 你覺得這兩萬點不是關卡 你對這個還有企圖心 就像我在過年前我說 我要送紅包給各位對不對 過年我說大家都沒信心 領了紅包開開心心 好現在也一樣 兩萬點的關卡 我即將跟各位講 我認為怎麼去吃ETF的方法 巨型的ETF 每一檔以後是越來越誇張 現在都是幾百億的在成長 那這些資金你要如何卡位 他們未來要挑標的 對他們因為他們有方法 有公式 他們要挑的標的不能亂挑 不是他們設非標 對不是他們的經理人 想買什麼股票就可以買 他們還要報備 那報備之外 他們有一定的 一定的就是選股的邏輯 那我們可以從中挑選 他們即將可能要買的標的 我們先可以進場卡位 各位你想不想知道 我覺得在兩萬點之上 尤其這個資金的狂潮 對很多的股票 當然我這樣講 一定要符合福利老師講的 突破布林往上走 你可能覺得很多股票很不錯 但是重點在哪裡 我想再來回溫各位這一句 你看剛剛你看到的3月8號 我傳真稿是這根黑K棒 有沒有看到 對嘛 黑K棒為什麼福利老師 要跟我的會員去做交代 對不對 年成長幅度最高的鴻海 不過我在傳真稿也不是要亂寫 這一定是我的會員有的持股 還有我要鎖定的標的 我都寫在這裡面 我也不是亂槍打鳥 相信會員朋友們都知道 3月8號 各位3月8號你看全市場 誰要跟你講 誰會跟你說要鴻海 鴻海這麼冷門的股票 當然啦成交值很大 但是我說一般的投資朋友都不喜歡 認為他不會動啊 不會動的股票為什麼要去做佈局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再好的股票我常常講 你必須要有技術面 尤其這個一買突破這一根 有沒有錯 對嘛 符合福利老師講的嘛 我們一定要買到技術面的突破 所以等到拉回來 各位拉回來 因為它開始趨勢做改轉變了 到今天大漲上來 很多股票會跟著鴻海會開始動 就像我在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說聯發科 聯發科開始動了 開始帶動 很多的它其他相關的股票開始動 鴻海開始動 今天也會開始改變 而且你要特別去注意 當鴻海這個大漲 我覺得非常棒 接下來的大盤 兩萬點 我昨天這幾天我都一直講 量價不會同時到底 對不對 量價不會同時到底 接下來我認為還會再創新高 你看今天鴻海就帶頭再往上衝 一開盤也是下跌 四季大家覺得很低迷 會不會再往下修 因為很多人恐嚇你 對不對 所以兩萬點很高了 歷史新高 但我也知道大家最近 其實對這個感覺不是很真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從過年後 短短的這個沒多久 從突破 過年那邊是突破歷史新高 突破了萬九 接下來是兩萬 當然這幾天經歷過的事情 那你覺得好像不是很真實 對不對 但是各位 我還是要拉回到現實 記得很多股票 畫夢季節結束的 你必須要先賣掉 三月業績的新主流 跟著我一起布局 尤其各位 這個三月業績新主流 也就是接下來ETF 各位巨型ETF即將幫你抬交標的 想不想跟著我一起布局 一起掌握三月業績新主流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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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陈东同步杨老师 顶持成功三药益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铺段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好 现在快2万点了 接下来 我这样讲 2万点关卡大家都知道 对 一定都会有震荡 我问各位 震荡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 对 记得站在买方 要用什么方法 各位 布林短坡段 对不对 我说布林短坡段 是我认为最适合投资朋友的 一买突破 二买拉回 三买关键 一买突破 各位 突破什么 突破布林开始往上走 这是我一直不断 跟各位讲的 有多好用 我在上节节目的最后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讲 你可以先加入小老鼠 Rich 588 这是我官方的家族 我从1月4号开始经营 经营到现在 大概已经超过3000多人 从不到1000人 慢慢地 很多人一直进来 我也是觉得非常自豪 因为傅老师的节目 你看了那么久 你会发现 我不会跟其他人不一样 对不对 其他人每天跟你讲说 他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股票涨停板了 对 然后跟你炫耀 但是跌下来的时候就不见了 但是我不是 对不对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预告的是一个方法 我一直讲 一个分析师 最主要有一个预告逻辑操作 你的预告 各位 预告我已经放在这边 突破布林往上走 我挑的股票 我的逻辑都是如此 再好的股票 对 都一定要符合这个逻辑 就像 对 你看到像鸿海 你不是有这一根的话 各位 你在这边 你看像现在涨升上来 很多人一定会跟你讲鸿海有多棒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段期间你一直死爆活爆也没用 它真正的突破点是不是在这个3月 其实在3月初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整个趋势开始做转变 因为我就是看到了 我看到了就是讲说这些股票 各位 因为资金是有个排挤效应的 你想想看当鸿海 还有一直跟各位讲 包括像联发科还是非常强 我认为他都是在强势的做整理 当这些股票掌握整个趋势主流之后 对 其他很多之前的一个画梦的股票 他们的资金会被排挤 被排挤 而且重点是现在大家其实也看得出来 现在市场上最大的险学也就是ETF 很多人就跟你讲说赶快去买ETF 但是傅老师可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吃ETF的豆腐 你要抢债ETF这些经理人 要买这些股票之前 抢先去做布局 对 吃他们的豆腐才对 所以我才说三月接下来业绩新主流 我这不是随便写 不是随便喊口号 因为整体如何操作 为什么要这样挑选 我都已经想好了 所以我也讲 这个礼拜我会推出一个 怎么去吃ETF的方法 这些巨型 各位这真的很惊人 这样子连续加起来 都会超过千亿的资金 他准备帮你抬轿 问题是要抬什么股票 所以你有兴趣的 可以兼加入我的家族 对不对 我一直讲 一般投资人 现在你是电视馆总 你已经跳脱一般投资人了 你知道正确的投资方式 对 你看到我的节目 对 你知道突破步 你开始往上走 包括跟你讲说 要怎么去吃ETF豆腐 当然要怎么吃 我会优先分享给我的家族朋友 那至于股票的标的 我先会给会员去做布局 对 你越接近这边 就是越接近富裕人生 这是我一直不断强调的对不对 好 这个礼拜我要做个分享 怎么去吃ETF豆腐的方法 你可以先加入 我们一起在这快到2万点 资金狂潮真的来 随便一挡 我看到金额500亿 真的吓死人 分到一些股票身上 叫做鸡犬升天 当然这些很多都是主流股会拿走 之前很多化梦股你会拿不到 但我也要强调你看 我在家族分享的标的 对 你这一段期间你观察 都非常非常强 而且都用同样的悬股的逻辑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获利了结了 5234的达心财 所以我1月24号在家族做分享 1月23号的时候一买突破 各位你要特别注意这四个字 是一买突破 我永远用的招式 对几乎都一样 我面对任何状况 对任何股票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包含你说像红海 对不对 在这边 是不是一买突破在这边 对 开始往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达心财 对不对 你觉得一买突破会在哪边 你自己观察 对 你自己看会在哪边 在这边嘛 红棒嘛 好 隔天绿棒 对 我还是在家族讲 你看1 2 3 4 5 6 横盘6个交易日 横盘6个交易日 你能不能发现 如果很多其他老师 每天都只跟你讲说 如何追逐掌停板 他会在这种长上影线 黑K棒的时候 去家族分享吗 不会嘛 对 但是副老师会嘛 你看 这样子你看到这种 从这种快涨停杀到平盘 这种大家都吓要死了 你会在家族讲吗 当然不会啊 但是你看一路追踪 到3月5号的时候 已经大涨上来了 我那时候也讲说 接下来我们要找获利的卖点 有没有看到 有吗 3月6号在涨停 涨停大涨51% 我常常讲 短线急涨超过20% 不要再去追了 对 因为有时候副老师 都是选择站在卖方 找卖点的 对不对 我也跟你讲说 来3月7号167块的时候 市价获利做卖出的动作 对 1 2 3 有没有发现 副老师跟你讲的 如何操作都一样 不管是达金财 不管是鸿海 接下来你看到其他的股票 我们接下来布局这些主流股 永远的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 接下来你会看到一档一档 但是你看到像达金财 好 我们先做获利 那达金财当然今天涨上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很多的老师 不想跟你讲卖点 对 你看今天达金财创新高 跟你讲说如何卖 那等到如果再继续创新高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很丢脸 但是副老师跟你讲 卖掉就是卖掉 短线机长这么多了 我也不会再叫会员进场去做买进了嘛 所以卖掉之后像达金财 我要再买的话 一定是等他拉回的时候再去做动作 现在我们各位记得 我不会 对 看到今天涨就觉得很可惜 要把它拿回来 装作没有卖过的样子跟你讲 绝对不会 今天创新高 各位记得我今天还会讲 因为我卖掉就是卖掉了 而且我也觉得有获利的卖出 我觉得很自豪 就算股价能够再创新高 我也觉得无所谓 你也常常看到我卖费很多股票 但是我永远的操作逻辑 我操作方式就是如此 因为现在各位 这个像达金财 这是过年前布局的 现在我们是在重新布局 3月的业绩新主流 我觉得这才是你现在最重要 要注意的事情 对不对 3月 2万了 资金狂潮来袭 资金狂潮我一直特别讲 巨型的ETF 接下来会帮你抬价 2万点最重要的主差还没上 也就是古王争霸战 古王争霸战 谁会去跟四星PK 我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我也会在家族去分享 我要怎么看 各位请你不要怕 等到上演古王争霸战之后 你再怕都还来得及 现在做什么动作 各位记得 我家族小鼠绿曲588 先赶快加入 每天领取最新的盘日解析 每天六点都会发送给你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收到 你自己点选就可以了 对 跟着 一起在2万点 好好的一起大赚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